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个本田的Croster,本田歌诗图 感谢老陈提供的帮助,买本田,找老陈 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林 在2010款上,本田基于第八代雅阁打造了一款定位在中型跨界SUV的车型 本田Croster,本田歌诗图 别的先不讲,就说这给车起名 之前不论是日系产品还是美系产品 给车起的名字都比较雅,比较浪漫 反观欧系产品起的名字都比较理性 基本是用数字字母,包括数字加字母 就把车辆的级别大小甚至排量都给你表明出来了 近几年车谈都向欧系学习 包括营销的打法,包括车辆的调性 都向欧系靠近,起名的规则也向欧系靠近了 现在包括日系,美系出来的产品 基本也都是字母加数字了 当然我还是比较喜欢Croster这个车名 Croster表示这车的一个形态 Tor表示一个犀利状态 开着这车是比较悠闲的感觉 那歌诗图也恰好地翻译出来这个感觉 又歌又使的,还有点意图 这台车在美国市场给它定位在中型跨界SUV这个戏份市场里面 但是不论它怎么定义,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加高的 本田雅阁的感觉,有个大屁股雅阁的感觉 它既传承了本田雅阁一定的驾驶感 乘坐舒适感 又通过加高底盘提高了这车一定的通过性 八代雅阁实际上是本田雅阁设计的一个分水岭 在八代之前,不论是五代六代七代设计的相对来讲还都比较圆润 从八代开始,本田雅阁加大了尺寸 设计的开始方方正正的了 那这个歌诗图的外观造型呢 既有对当年本田八代雅阁的外观大大方方造型的传承 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从外形尺寸上来讲 轴距比八代雅阁长了0.8寸 总长比八代雅阁长了5.2寸 宽度比当年的八代雅阁宽了1.9寸 高度高了3.8寸 这台车的最小离地间隙是6.2寸 那跟八代雅阁如果比外观尺寸的话 它属于一个碾压式的状态 那如果跟全新的现款雅阁比外观尺寸的话 这台轴距比现款雅阁短了1.3寸 总长长了0.8寸 高度高了4.4寸 宽度宽了1.4寸 哥斯图的自重呢 从3703磅到3934磅 既然说到八代雅阁了 大家就应该清楚 它的动力总长呢 有两款 一款呢是2.4升4杆级 配的5速自动变速箱 7000转的时候达到最大马力192匹 4400转的时候达到最大扭矩162磅费 高阶板动力呢是3.5升V6的发动机 加的6速自动变速箱 6200转的时候达到最大马力278匹 最大扭矩为252磅费 最大拖转能力2.4车型是1000磅 3.5车型是1500磅 悬架呢是前双刹臂后多连杆的形式 刹车盘前盘呢是11.7寸的通风盘 后盘是12寸的实行盘 全系列的油箱容积都是18.5加轮 按照EPA公布在综合工况下 2.4升的综合油耗是25MPG 3.5升两驱车型是23MPG 3.5升四驱车型是22MPG 按照本田官网公布的2015款的 不含运费的MSRP价格 2.4升的车型呢是从27000多到33000多 3.5的车型呢是从33000多到37000多不等 如果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呢 这个价格鞋便宜了哈 但是按照当年的眼光来看呢 这个价格并不能算便宜 当然也算不上多贵哈 它也没法多贵 因为它还有一个姊妹车型 叫Aker的ZDX 今天我们看的这台是老陈这儿的 在售二手车2014款的本田Croftor EXL 3.5升V6加6AT四驱 它有2256018的前后轮 司机被记忆 皮革座椅 天窗 导航 这车呢是2014年4月份出厂的 截至我试车的时候呢 跑了9万多英里 其实这车呢 当我们看它外观的时候 还能够看到很多的巴黛雅阁的痕迹 并不像现在的那种 所谓的跨界车跨的那么彻底啊 还有一种是强行把轿车加高底盘的那种感觉 从前脸来看呢 虽然它在元素上 有一避开和八代雅阁的设计重复感 但我们还能够看出来 包括机器盖子这些纹路 包括灯组的造型 还有很强的八代雅阁的味道 那个年代灯组的设计呢 还不像现在这么迷风眼 设计呢 还是双眼包皮的 感觉设计的还是比较大 以大为美啊 当然八代雅阁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大 方方正正的 在两个角下面呢 各是一个雾灯 前唇设计的比较收哈 这有点越野车的感觉了就 当然作为那个年代 家族当中比较贵的车来讲 绝对不能少了电镀亮条的装饰 这台车呢 从侧面造型上来看 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 本田想要表达的跨界车呢 跟如今跨界车的概念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首先它小心翼翼的保持着 与传统SUV设计的界限 它基于八代雅阁打造 但是并不想给它设计成一个 传统的SUV的造型 并没有像SUV车身设计那么大胆 其次 即便跟轿车跨界车相比 它的设计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在当年还比较注重 第二排乘客感受的年代 它极力的保证了第二排乘客 不受这个溜背式造型的影响 并不像现在式溜背式的造型 是以牺牲第二排乘客的头部空间 和后备箱空间而换来的 它还极大程度的保障了 第二排乘客的头部空间 和后备箱空间 那相辅相成的是 它就要在腰线上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前低后高的造型 如果不把腰线抬上来 后备箱收尾会显得非常突兀 甚至腰线到后面 基本提高到了一个极致 这样就显得后尾巴的造型 是比较怪异的 当然现在的溜背式都不怪异了 但是第二排空间和后备箱空间 是难以得到保障的 这个就是咱们之前讲的 最好看和最实用 你很难兼顾 只能达到一个中间的状态 只是你这个中间的状态偏哪边而已 由于腰线在后方有个强行拉高的设计 致使后排的窗户和这个小窗的面积 逐渐的在减小 在后门上也有一个加宽的造型 只是它这个加宽的造型做的还是比较含蓄的 并没有做的非常夸张 过渡到后椅子板上 有个非常圆润大屁股的感觉 非常丰满的感觉 这车四条胎用的是18寸的胎 在那个年代上一条18的胎 感觉胎就不小了 当然现在要上肯定就会尺寸更加夸张 轮拱上方采用的车身同色的设计 并没有用黑色塑料 在车裙子的下方用黑色塑料 上面还点缀了电镀亮条进行装饰 在那个年代呢 这台车的四个车窗户都是单层玻璃 并没有双层夹角玻璃 车门着的开启角度呢 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并没有像现如金本田家 过日车开门角度那么夸张啊 这车实际上上下车高度 我觉得还好并没有太高 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 在歌词图上加踏板的 这个我多少不太理解啊 这台车后面溜背的设计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 并没有像现在溜背式设计的那么夸张啊 上面是一块比较大的风挡 下面呢实际上也是一块玻璃 中间呢用一个尾翼 把两块玻璃隔开了啊 这车呢后面有后雨刷 在当年呢 这种车上做后雨刷那是标配 只是本田设计师呢 他不太愿意用隐藏式的雨刷设计 如果在上面做个小乌檐 做个小尾翼 把这个雨刷系统都整合进去 是不是更漂亮一些 这样的雨刷放着呢 倒挺大啊 实用性得到保障了 但是确实有点太突然的设计 两个尾灯呢 做的造型是比较别致的 但是还可以看到一些本田的味道在里面 保险杠平台在当年来看 做的还是比较夸张的 保险杠以下空气动力学套件的设计呢 也稍微有一丝野味 只是前任车主加的这个大脱钩呢 破坏了设计的整体性 左右各有一个非常粗的排气管子 做的直出造型啊 这车并没有电尾 它是一个仙背式的车型 尾翔板上有一个连 这呢有个连 当把尾箱板放下来之后呢 两个连可以形成一个平面 保证了一定的后尾箱的私密性啊 这个也在如今本田家族 仙背车上得到了保留 虽然这台车有个非常严重的 前提后高的造型 但是得益于这块非常大的后尾箱板 使得它这个后背箱的下眼呢 显得不是太高啊 近身是非常不错的 宽度呢 实话实说一般般 上面是个放到第二排的拉手 这个在当年的仙背车上设计的还是比较普遍的 在如今的仙背车上呢 不太容易找到了啊 下面是个盖板 盖板打开之后 里面是个储物格 储物格很大 但是并不深 拉手 低音炮 也有一个储物格 这个储物格呢 有一半是要比那边浅一些的 后面盖板呢 并不大 只有这一块啊 并不像现在本田家的一千 后面整个地毯都能掀开 它就只有这一块 里面的储物格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啊 这台车呢 是有备胎的 备胎呢 从这放 从下面放 底挂式备胎啊 这可以看到当天日系车设计多人性化啊 这边给你设计两个扶手 一滴溜 这个就出来了 里面呢 是简单的水扫工具 包括千斤顶啊 这个东西呢 它写的 最大承重是10公斤 22.1磅 我看密封性也不错 是不是可以给孩子抛个找 或者没事蹚个脚啥的 而且这盖板呢 做的也比现在的盖板做的厚实度 大家可以看到 当第二排座放倒之后 后备箱平面和一辈的平面 非常平啊 并没有高度差 而且呢 虽然第二排和后备箱是有一个缝隙的 但它用一个盖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也是当年日系车普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现在坚持下来的并没有多少了 坐在这台车里呢 基本就是八代雅阁的味道了 跟八代雅阁的造型呢 基本都是一致的啊 可以看出来 当年那个时代日系坐车还是比较精心的 对中控台的设计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考究的哈 同样也是缩短前面中控台的纵向距离 同时增大车内的空间 那当时本田给出的解决方案 就是做一个斜坡式的中控台 感觉做的还是挺漂亮的哈 当年本田就非常人性化的 把这个平放到了最上面的位置 而且非常难能可贵的是 它这个平跟中控台融为一体 整体性是比较强的 有很强的设计感 我想这个做的比现在当今突兀的立起来一个平的感觉 要好很多啊 那如此好的设计 为什么不坚持下来 如此优良的传统 为什么不传承下来 是本田的设计师懒了 还是为了节约成本更大六 到底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不算中间空调显示面板 那个液晶屏呢 本田在稍微高配车上用的是中间两块屏的设计 虽然分别率啊 显示啊 跟现在的屏完全都没法比 但当时确实也是非常厚道的 前面两个窗呢 是一键升降的 后面两个窗户不是一键升降的 仪表盘呢 是一个纯机械的仪表盘 下面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液晶屏 用来显示行驶里程啊 既有使用寿命 透过旁边这根小棍呢 往下按是调节显示项目 转圈呢 是调节仪表盘的亮度 四个实体表 感觉做的都比较用心 方向盘上也是当年本田家族的通用件了 整个方向盘呢 感觉到是非常粗的 现在呢 已经摸不出来皮质感觉如何了 完全的包姜了哈 左边的快捷按键 最上面这个钮是负责中间那块屏的 下面是多媒体语音电话 右边呢是巡航的控制 包括后面两个拨片 包括后面两个掰杆 都是本田家族当时的通用件 自动防旋幕的那后视镜 眼镜盒 中间这两块屏不论上面这个还是下面这个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那不论是分辨率啊 反应啊 显示内容啊 应该都算比较杂了 广角倒车影像 倒车影像 保险杠一下俯瞰 这个本田坚持的还是比较好的哈 下面这块屏呢 主要是用于多媒体的显示哈 这面两侧呢 这都是调整空调的 这小白钮啊 小按钮啊 质感都还可以哈 那下面这个控制机构 是控制上面那个屏的哈 下面这有个非常大的储物格 当年也不流行什么无线手机充电板哈 下面有两个盖板 打开之后呢 可以感觉到设计之初 就是点烟器跟烟灰杆 后期呢 大家都不行在车上 做烟灰杆 做点烟器了 这点烟器呢 就省了 烟灰杆上呢 就写一个 这不是烟灰杆 那这个车的诞生年代 就可以感觉到 它就是车辆有烟 像无烟过渡的那个阶段 所以才有这么搞笑的一个景致语哈 挡霸呢 也是当年雅阁的通用件 当年应该手感非常不错 这个呢 是雅阁车上 一直都比较有特点 那个直冲云霄的手刹车哈 这从老早年 本田雅阁 就一直坚持用这种手刹车了 感觉声音还是 非常动听的 能不能勾起回忆兄弟们 中央辅助箱里面还是非常大的 前排的这些插口呢 都隐藏在里面 有12V 120W的充电器插口 有一个AUX插口 还有一个USB插口 USB呢 还非常贴心的 给你做出来一个延长线哈 这车坐进来以后呢 感觉到 就像是一个加高的八代雅阁的感觉啊 这点感觉是比较强烈的 坐在里面呢 我现在将座椅调到最低 空间呢 应该是非常没有问题了 座椅感觉到 就是当年八代雅阁上 那个座椅哈 座椅先不坐 大家看呢 设计的方方正正的 跟当年八代雅阁 那个造型是很像 甚至有一点O系的感觉啊 它的方方正正的座椅 座椅的天中材料呢 是软硬四中的材料 不是偏软 当然也不是特别硬哈 座椅的椅面完全够长哈 可以给腿支撑好 腿放在上面也是很舒服的 座椅甚至还有点包裹的感觉啊 包括椅面啊 椅背的两翼呢 稍微有点凸起 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座椅呢 调节项目还是基本调节项目 腰靠呢 也是两项调节的 但腰靠凸起的还算比较多 坐在上面呢 我感觉挺舒服的啊 你坐在上面呢 当我把座椅调到最低以后 仍然还能够感觉到 前面的装控台啊 包括这个门窗的下眼啊 也都在你视线以下 比较低的位置 感觉坐在这个车上呢 视线还是非常棒的 非常敞亮啊 这台车呢 虽然也是个溜背 但是它外形设计的 溜背设计的是比较特殊的 并不像现在溜背 溜的那么狠啊 所以感觉到这个后排空间 完全没有问题 后排空间非常优秀啊 头部空间 我这坐姿流的往后靠 头发也碰不到棚顶啊 还有一定的距离 而且这上面非常豪横的 也没有给你开摇槽啊 腿部空间 这个座椅呢 跟B柱是平齐的 我的腿部空间 还有非常多的距离 那边呢 也非常宽重啊 这第二排座椅 真是非常棒 大家可以看到 即便不坐 大家看 就这个椅面 够长够高 然后这个椅背 也有一个适度 线在里面的感觉 感觉天中材料呢 比第一排 稍微能软一点 真有一个大沙发的感觉 这两年啊 我做这个汽车视频 接触的车越来越多 我始终是有个感受 就是之前车坛上一些 比较良好的配置啊 设置啊 包括十几年前 二十几年前 三十几年前 车坛上一些 非常好的配置啊 设置 现在都很难 密到中继了 像在这个价位上 后排有这么良好的 一个座椅体验的车 现在可能不多了哈 坐在上面非常舒服 有空调的后排出风口 空调呢 后排也没法调节 地台隆起还是非常高的 天窗呢 那时候还不流行 大天窗 只是个小天窗 也没有连 门上呢 有个扬声器 中间呢 有个中央扶手 扶手的高度够高哈 上面有两个水位架 把机场盖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这十年前的产品 比现在本田家 乃至于AQR家的产品 做的都要精致哈 包括走线非常规整 并没有那种乱的感觉 然后覆盖件使用的 非常扎子哈 这一圈呢 你看不到 益子板里面的内部结构 虽然已经历经了十年 将近十年的魔力哈 九万多英里的行驶 感觉到状态依然很好 这还不是日系 特别辉煌的那几年哈 只是十年前 大家看到 跟现在的产品 差别就比较大了 这车后来的故事呢 大家就非常清楚了 2015年本田官方宣布 基于产弹的销量 本田决定停止 哥斯图 ZDX等车型的生产 说是要为 CRV MDS等系列车型的 生产产能让路 本田呢 说是这么说 他肯定也是预判到了 将来市场 肯定要向 SUV领域倾斜啊 所以他毅然决然的 放弃了这个 特斯图的跨界车型 其实呢 虽然本田如今呢 他把SUV 各个细分市场的领域里 坑就算占权了 但是他确实缺少 这么一台跨界车啊 那为什么又想起这台车呢 那近期咱们不是 看了丰田皇冠吗 我在路皇冠的时候 自始至终心里 想的都是这个车啊 所以今天 趁老陈这有一台 赶紧过来 把这台车给拍了 这也能看出来 当年本田设计师 本田官方在设计上的 眼光的前瞻性 也可以看到 在曾经那个年代 日系产品上 有很多良好的设计 但是 如今由于一些成本呢 各种因素的影响嘛 并没有坚持下来啊 是非常可惜的 当然这个问题 也不是日系一家的 现在全行业 整个车谈 就感觉到非常浮躁啊 总之 不论哪方面的历史 都是滚滚向前的 作为历史当中 非常渺小的我们来讲 只能够做到一点 向前看 别回头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